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美国有什么启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这几个白纸革命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它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整个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过去三年的疫情的处理了 那现在中国呢管这个叫什么 叫清零政策 清零政策什么意思 就是说社会面清零 就是我们社会上一个阳性的病人也不能有 这叫清零 就是把所有的病人这个数字清到零 那所以呢这样它就会导致了很多极端的政策 那这些极端的政策呢 又导致了非常非常多的悲剧 我们今天只是大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因为导致的悲剧实在实在是太多了 那这边只是给大家综合的整理几个 比较基本的发生的情况 那第一个呢就是被强制拉到房舱去隔离 那这些强制被拉到房舱隔离的人呢 很多老头老太太 他不管你是什么人 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老人 还有是那种全身瘫痪 已经十几年从来没出过门的人 也会被拉到房舱去强制的隔离 然后还有几个月吃奶的小孩 也会被拉去强制的隔离 不去的话会怎样 不去 不去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什么半夜砸你家门呢 什么什么之类的情况发生 所以你基本上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做不太到说你不去的这个事 你反抗没什么用嘛 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说 在这个封控的这个疫情期间 非常多的人大量的欠债 就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呢 可能比如说刚刚成家立业 然后拿了一点钱做一个小生意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封控呢 很多人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了 但是呢他房贷要照交 然后他租了那个小店面的钱也要照交 所以就逼得人呢 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 也就是说他这边不是欠钱吗 那他再去别的平台再去借钱 拿这个借的钱去堵这边的洞 所以就是一个洞堵一个洞 一个洞堵一个洞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言论管控非常非常的厉害 比之前的前几年要厉害的更多 在这个三年里面 很多你像微博啊 里面传的东西 很快就会被删掉 那你在朋友圈里面出现的 最多的东西就是此信息已经不存在 我很多时候看到大家转发的一个东西 我点击一看说 已经进行了违规处理 这个东西全部被下架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 这些人转发的视频文章 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因为根本就看不到了 大家呢就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在转发 但是转发出来的东西就全部都不见 所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被洗版的东西 不是说像以前你可能转一些某一些 政府认为很那个敏感的东西 它会给你下架 现在是大批量的转发 每个人都在转 然后每个人都发现 自己转发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看不到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由于这些极端政策里面 就会出现很多人命的事情 就像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母亲从楼上跳楼了 那她从家里的楼上跳楼跳下去呢 这个女儿就从楼上下来 要出去去看她妈妈 但是没有办法出去 因为这个单元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上了 所以她在里面嚎啕大哭 因为她妈妈就死在外面的那个马路上 那没有人去救 然后她也没有办法到她妈妈的身边 还有那种大月份的孕妇 半夜紧急去医院 但是到了医院呢 不让进 为什么 因为发现核酸刚过期不久 你必须要重新做 结果出来了 才能让你进到医院的门里面 但是呢 因为她测完核酸 不让她进 她就在门口的那个台阶上等 因为她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最终这个产妇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面就流产了 那还有呢 就是哪怕现在有的地方会让你出门 但是生活还是极度的不方便 去哪都要马 他们就弄一个什么红 那个那个绿马啊 你到那都保证你这马是绿的 你才能进 天天要排队作核酸 很多地方 有的地方是一天必须一测 有的地方是48小时一测 还有就是人民的财产 可以被随意的侵犯 这个大白啊 说完就是志愿者嘛 volunteer 我愿意去帮助 那这个大白 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他们可以在半夜 把你家的门砸开 然后把你人带走 马上就 把你从床上拉下来走 我抬着你走 要不就什么 把你这样拽着就走 你去放舱 走 那在屋主被拉到放舱 没有人在家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通知你啊 随便就进到你家里来 看到人家的猫 在家里 人家狗在家里 直接拿棍子就打死 然后他上门拿这个消毒用具 把你们家那个沙发呀 电视呀 屋里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喷一遍 结果人家屋主回家 发现啥 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钱也不见了 沙发一喷 很贵的那个皮衣沙发 全喷坏了 电视也都喷了 全部都打不开了 一回到家 家里的东西都被扫当一哄 根本就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新冠肺炎的期间 各国政府都在夺取权力 政府夺取权力合理化 那美国这个地方也有大量使用邮寄选票 规定人出外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福奇博士使用人民对于专业的信任 推行的一个对年轻人很明显有害的疫苗 所有的左派议程全部都用总统的行政命令 使用紧急状态的行政命令来执行 在美国这样子的民主国家 有选票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那在中国更是可怕 中国共产党使用这个疫情彻底回到了文革 跟毛泽东思想 目的就是要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 全部国有化 把人民的财富充公 再度的奴役中国的人 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是让大家慢慢失去耐心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忍耐能力就特别强 过去这三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是会让大家失去耐心的 怒火是在慢慢累积的 那最终呢 这一次中国人敢上街头去和平示威抗议了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事情的爆发点 就是在这一次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 那新疆乌鲁木齐有一个小区叫吉祥院 它在11月24号 就是感恩节的那天晚上 就发生了一个火灾 那这个火灾的结果呢 就是造成了10个人死亡 9个人受伤 那死者里面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 那这个事发生了之后呢 在全国各地很多城市啊 包括像是北京的这个亮马桥 还有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 包括像甘肃等等的地方都发生了示威游行的抗议 那很多人呢就走上了街头啊 尤其他们喊了一句 我从来没觉得中国人敢喊的话 他们在街上喊出来了 你有没有感觉很惊讶 对 就是觉得说 中国人不太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尤其是喊 对他们来讲这么敏感的话语吧 就是你敢喊共产党下台 你敢喊习近平下台 对 就像我们在美国这边遇到小粉红 就是你是中国是共产党 你是完全不能批评的 但是在当地的竟然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对 那这个事件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死亡 并不是一个新闻 以前通车几个月之后翻车 然后死了一堆人 那个你还记得吗 记得 然后还有在那个台风时期 为了避免水库暴涨泄洪 造成众多的老百姓活活的被淹死 这个就在今年嘛 去年 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官方立刻封锁所有讯息 武汉当时死了这么多的人 还有一堆老百姓上街说 我们不怕疫情 因为有党的带领 不但这个样子还自愿的把自己的权利 继续的交给政府 我当时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觉得说 这就是奴性的一个文明 所以说他们绝对不会起来敢做什么东西 结果竟然今天发生这个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件呢 其实不光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反思吧 其实对我们也有很多启示还有反思的作用 因为其实你看到在美国的保守派 像我们做这样的节目也好 或者是很多我们支持的非常棒的这些候选人也好 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的国家某一天变成那个样子 那你说中国人如果要是知道国家会变成这样 他们会愿意吗 他们不会愿意的 没有人会愿意 但是他们这一路就是被呼呼哟哟哟哟哟哟哟 他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那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想要美国变成那个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中国人可以某一天真的站起来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明白这些原则是什么 我们如何避免国家发展成那个样子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阻止国家发展成那个样子 这个事情并不是只会发生在中国 并不是说白种人就不会做这样的事 同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及时的处理 我们要怎么及时的介入 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还有看法都是什么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的 那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是 就是我们支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支持什么样的东西 不会导致我们变成那样 那我们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反对什么样的东西 避免我们变成那个样子 那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 但是就因为过去的辉煌 极度自大的一个民族 因为华夏文明在历史上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历史世界之最 一直到近代史 中国人在安逸的情况下 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 共产党以凝聚国家的力量 来超过西方列强的方针 不但彻底失败 还摧毁了过去所有的文化价值观 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家庭概念 没有夫妻概念 在共产党不断的洗脑 共产主义好的情况下 中国人失去了自我 相信一个德国的犹太人 创造出来的邪恶的思想 无耻的主义 现在的中国人并没有中国的传统 努力自强的美德 而是一堆无神论 支持政府立法偷窃 支持政府掠夺私有财产 支持放弃自我 把权力全部都交给国家 支持屠杀婴儿 支持摧毁家庭 而且把自己的人权转换成 安逸的一群受害者 很不幸的就是 美国现在也往这个方向走 美国现在也正在被左派洗脑 以前所有的价值观 而美国的影响力 是比中国大很多的 对所以你看嘛 其实他们整个 我们讲的就是说 全球的这个左派 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走的方向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真的希望 中国人能够站起来 我真的希望 他们能够从这些事情里面 学到一些教训 你知道吗 但是我这两天 看到朋友圈里 发了一篇文章 而且还是我的朋友 非常支持的 这个文章里面就 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 哎呀千万不要搞错了 啊我们出来 这个抗议呢 我们抗议的是 政府的过度防疫 我们不反对 一开始的风控 他们不反对风控 但他们反对过度防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疫情是很严重的 是可以致死的 所以呢 我们是支持 那个样子的风控 但是现在呢 这疫情没啥事了 我们反对的是 这样的风控 那你如果要是听这样的 他讲的这样的东西 你好像还会感觉说 哎好像有点道理 是不是啊 你想一下 有点危险了 你可以风控 然后现在没什么事了 你就不应该风控 但是其实只要是有这样的思想 就像刚才我 我讲的这个 这个人写的这个东西 你只要保持这样的思想 那么你就会导致 现在这样的结果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不是偶然的 这一定是必然的 因为你要非常明白 就是政府的权利 跟人民的权利 中间清楚的界限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这个清晰的界限 你就会说啊 这个是不是 某种情况下 我支持 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 那某种情况下呢 我又不支持 那你到底是支持 还是不支持 这个事实就是 只要政府 他有这样的权利 可以完全风控 你在家里 他只要掌握了 这样的权利 他们就会按照 他们的想法去执行 他不会按照 你的想法去执行 你或许认为说 刚开始的风控 非常的合理 那之后 我就觉得不合理了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已经掌握了 风控的权利 那么他们认为的合理 就是合理 法律是可以随时更改的 社区人员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志愿者 现在都可以执法了 这是他们认为 合理的事情 你的合理 没人听了 这不算数了 那这些东西呢 也是那些仗着政府 可以狐假虎威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他们认为合理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之前我读的一个科学报告 他是一个宾州的大学教授 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 你是一边是病人 然后另外一边是心理治疗师 然后呢 你只要那个病人说错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电极电那个病人 他是一个在测人性的实验 他好像是从10伏特到450伏特 那个是很痛很痛很痛的 每三个里面就有两个人 是会把这个伏特数加到最高的 尽管里面那个人在那边喊说 不要不要好痛 我不要在那个求求你 尽管里面的人在那边求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照常去做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暴君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掌握到了权力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权力是最可以把人变成野兽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说 政府很坏 政府这样这样 我们要知道就是 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这样做同样的事情 而且也不要想得太美 对 就说他们都是好人 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看这些大白啊 就这些志愿者 你说他们刚开始去做志愿者的时候 说实话啊 你知道吗 他们很多人都是付出的这个态度 这个精神去的呀 就像说 你看疫情了 没有人敢去 我是男子汉 我要去 我要为社区服务 我要保护大家 我要去做那些 没有人敢去做的脏活和累活 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的 但是你知道没过多长时间 这些大白就变成了什么 这些大白就变成了共产党的打手 他不再为人民服务了 他就是要针对人民 你敢不听我的 我马上叫人就把你抓起来 你敢不听我的 马上几个大白就开始在那揍人 而且他们这个权力 还不是说当多大的官 一点点的官 你可能是管一个小区 管两个小区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人就可以变成这样 可以对人拳打脚踢 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这个去示威 那大家就会讨论一个问题 就说 哎呀 中共是不是要垮台了呀 你知道吧 因为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嘛 中国人现在跨出了非常艰难无比的一步 就是他们之前从学生运动到现在吧 都没有集结过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么多年里面 中国人终于跨出了这样一步 那大家就会说 哎 这个共产党是不是要倒台了呢 呀 上面写说这个革命 这两个字都弄出来了 Revolution 现在西方媒体也都这样 CNN就写说是Revolution 是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 yeah 现在在网络上很多人在传 就是中共要垮台了 中国人要民主了 中国人要站起来推翻中共了 那这个可能性 我必须说 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纪元的法轮功的报纸 可以说的天花乱坠 把这件事情当成是 中国人真的醒了 那或许是真的 或许现在中国人 真的想要做什么 但是他们现在要付上的代价 会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投票 把自己投票成一个社会主义 用民主的方式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福利的国度 但是如果我们要脱离 这个制度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暴力 才可以摆脱这个样子的政权 We can vote our way into socialism but we have to shoot our way out 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就应该是一个警惕 就跟加拿大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样 每一个政府在转上极权的时候 都在不断的证明 美国的宪法写的有多棒 还有我们的圣经 对我们来讲有多重要 那中共要垮台 目前看来我认为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一个领导人物的出现 来反对共产党 现在只是暴动 只是因为短暂的愤怒起来的行动 并没有任何的组织性 人民只是想要起来闹而已 但是却没有跟政府有任何的谈判 就算跟很多人说的一样 要起来起义了 也没有任何的武力框架 就算真的推翻了共产党 也不知道要建立成什么样的政府 对我来说 这次的中国发生的事情 很有可能就跟当时香港反送中的暴动一样 雷声大 雨点小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香港那个反送中的那个犯人 陈同佳 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 什么事都没有 他亲手杀死的那个潘晓影 就这个样子白白的死了 没有目的 没有领导 没有目标的反抗 得到的结果就是让政府 有更多的理由来去压迫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上不断的说 不可以使用暴力 而且要有计划的去反抗 不然就跟那个1月6号那些人一样 被利用了 还被关押 现在政府还要来夺取我们的枪支 把我们说成是国内恐怖分子 使用国家机器来封锁我们的言论 用教育来洗脑我们的小孩 对我来说 这是给美国保守派非常重要的启示 而且这个也是再次跟我们强调 说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是多么多么的可贵 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翻枪 就说这个美国别的都很好 你说你们信仰基督教 你们就去信仰吧 反正宗教都教人做好事是吧 但美国不喜欢的 就是怎么这么多枪啊 我觉得枪好可怕 枪好坏 没有枪 就会变成中国那个样子 没有枪 就会变成中国人民 现在无奈的样子 你说这个中国人要推翻共产党 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 你说实话 中国人现在要怎么推翻政府 对吧 你像你刚才讲的说 你如果要是推翻一个政权的话 其实你要做非常细密的一个计划 而且要有几点 你要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 那别的咱就不说 咱就说你手里有啥 你可以去跟政府打 政府有飞机 政府有坦克 政府有大炮 政府有一大堆的警察 可以拿枪来指着你 你有什么 你拿铁锹吗 现在这男生 一个个都 那个肥肉都比 那个鸡肉多 你拿铁锹 你能不能跑十步 还是一回事 对吧 那所以呢 就是当时为什么 毛泽东会把枪给收走 其实他们是最明白这一点的人 为了防止老百姓里面出政权 能够推翻现在的政府 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枪杆子 就全部都被收走了 那现在的中国人手无寸铁 你要拿什么 跟国家机器去斗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学生运动也好 或者是反送中也好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目的 就是这些人呢 他们只是说 我不喜欢现在的制度 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把它改变成什么样的制度 没有人知道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他们只是说 我不喜欢这样 我要一个更好的 但是你要具体的说 更好的是什么 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没有办法创造这个更好的 那很多时候中国人 或者是这些领袖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在说 自由 说我要自由 但是什么叫自由 你要给我一个答案 什么叫自由 推翻这个政权就叫自由吗 那很显然并不是 那你建立另外一个政权 很有可能像这个政权一模一样 因为权力就会把人也说话 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问他们 很少人答得出来 那很多人呢 这个在中国的 他们参与这一次的游行示威 其实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 政府别杀老百姓 其他的我都能忍受 你想在过去的三年之内 就像我们影片一开始讲的 是吧 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就诊 有很多人 忍受不了经济的压力跳楼 有很多人等等等等等等 发生那么多事情 老百姓都能够忍耐 他们都在忍受 但是这一次他们觉得说 政府做得过分了 因为有人被烧死了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小孩 是因为政府的防疫措施 所以其实他们要表达目的就是 政府不要杀老百姓 其他的我都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呢你要明白 在这种活动里面 如果你没有一个统一的 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集结人民 一起去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去做一个事情 他们这一次 很多人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很多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就说 我就是单纯看着不爽 很多人就说 凭什么要分控我们等等等等 很多人甚至都说 世界杯都没事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事 很多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知道 如果没有统一的明确的目的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 集结群众的力量 去做同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 你刚提到宪法第二修正案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宪法第四 Quartering Act 那个就是你政府的人员 你不能进到 伺所民宅吧 对对对 这种东西 这都是宪法保护的东西 中国没有一套这样子的宪法 或者是中国这套宪法 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共和制 共和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法制的意思 法制的话就表示说 政府有东西是不能去做的 中国政府现在没有这个样子的限制 中国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民没有枪 人民没有任何的武力 你今天试试看 你今天你一个社区里面 你说政府围起来 然后一家一家的闯进去 你看美国人会怎样 美国人有枪的拿枪 有刀的拿到 政府绝对不敢这个样子做 你FBI来 你来十个 我们有一百支枪 在美国这个地方 是枪支比人口还要多的 这还是合法枪支 你算上非法枪支 那种墨西哥毒枭的枪支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说枪支对于人民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边真的是 跟所有的美国人讲说 你如果爱美国的话 第一个你最好做的事情 就是去拥有一个枪支 这个是宪法给你的权利 而且是神给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非常棒 就像你讲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权利的话 我们早晚会有一天变成那个样子 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但是现在有枪 他们就知道 他们不可以轻易的去做一些 违反宪法的事情 他们不可以轻易去做一些 伤害人民的事情 不敢的 你度之前你得合计合计 你得想一想 这个事是吧 到底哪头大哪头小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根源 就是因为缺少教育 因为缺少这个圣经价值观的 一个引导吧 那么缺少这个教育呢 你就会导致 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你哪怕有自由去投票 你也会投出一个共产主义来 所以缺少教育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情况呢 不仅仅在中国 因为中国是很多人 没有被圣经触碰到嘛 很多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教会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哪怕是在教会很多的美国 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人民缺少教育 他们不知道 什么样叫做自己的权力被侵犯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到底要捍卫什么东西 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对于大家来讲 这都是一个谜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会被那些 有心掌权的人 把国家引导向那个方向 这个一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你说我以前 我也是被共产主义 浇灌过的人 对不对 你也是被左派思想 洗脑过的人 那当然了 我们都是有了圣经价值观的 教导以后 我们才知道 什么东西是好的 什么东西是不好的 那上帝赋予人民的权利 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明白的话 一定会糊里糊涂的 就再次走向大政府的 这样一个路线 而且我必须说 很多人现在都在讲说 什么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这个要那个的 但是其实我们要爱 这是最大的嘛 对 就连很多教会都这样讲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 当我们不知道 这些东西的定义 是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扭曲这样的东西 他们就可以告诉你说 自由就是你可以 随便把小孩的机器切掉 爱就是你什么都接受 你不管对错 你都接受 这个就是爱 他们可以扭曲这样 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 他们就可以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 神的话这么重要 因为神的话是不会变的 神的话是不会被扭曲的 当你不去 自己去读圣经 你反而是在网路上听一堆人 你只听AI news 然后没有自己去读圣经的话 那你就是会被 被AI news洗脑好了 不要在网路上看到那些牧师 看到那些牧者讲的东西 你就觉得是正确的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亲自的去读 你在神的话中才可以得到自由 不是在牧师的话中可以得到自由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读圣经 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 别人就可以扭曲这些东西的定义 就算那些东西是好的 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说 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中国这次封控他们的理由也是爱呀 你不可以出门 因为你要爱别人 因为你出门别人就会遭殃 别人会因为你传染的 人家会死 哪怕你没有症状 你是无症状携带者 你出去别人会死 他们用的理由都是爱呀 就是你要爱别人 所以你不要出门 你要牺牲掉你的自由 因为你要爱别人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我们爱我们的邻社 所以你必须要待在家里 哪怕着火了你也跑不出去 你也会被烧死 他们用的也是爱的理由 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 爱到底是什么东西 爱不是一个滥用的词 你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叫爱 自由也不是一个滥用的词 你要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大家来都说美国真好 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移民到美国 美国真好 美国为啥好 你以为美国的自由是免费的吗 你以为美国不会变成中国那个样子吗 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保证 他一定会走在正轨上面的 美国为什么走在正轨上面 因为美国的圣经价值观 你要看到现在美国的很多老人 他们都是相当正义的 而且他们那个 你看现在投票 就是支持共和党的 这个年龄是很大的 年轻人都跑去支持左派 因为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教育 但是年纪比较大 那些老美国人 真正生活在美国人 他们知道圣经里面是怎么说 他们知道他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方向 跟目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你要知道 生活在美国这一片土地上 不要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白白得来的 因为你来到这里生活 自由并不是免费的 自由是所有人用鲜血换来的 或许不是你的血 但是你要明白这些自由是哪里来 你不要觉得这些自由是 在这一块地上 他天生他就出产自由 没有这种事 自由是要相信上帝 你是要尊主为大 而且是要靠着坚定的信仰得来的 所以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爱 如果没有清晰的认识 你就不可能捍卫自由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自由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歧视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美国正在往那个方向走 为什么在世界要大乱的时候 然后拜登一直要进枪 什么assault weapon ban 然后我们可以把枪丢给乌克兰 免费的丢 我们可以把枪 一堆枪 什么 留在 留在阿富汗 我们什么都 为什么他们可以 因为他们想要乱 他们想要这个地方继续乱下去 我们这个地方呢 他们想要控制 他们想要控制我们 他们想要奴役我们 他们想要你的税金 他们想要今天IRS 8万个IRS agent 去你家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 他在你面前强奸你老婆 把你小孩子抓出去变性 你都不能做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反抗 他们就跟那些什么大白一样 进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是所有政府的方向 圣经上面神都是一个非常私人的神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车子 没有一个是属于我们的 是神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些神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要来荣耀神 我们要来做到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好 我们要来去做善事 但是共产主义不是这个样子 政府不是这个样子 政府永远都希望说 他们可以进来 然后使用你创造出来的资源 然后他可以叫你做什么 然后你就必须要做什么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左派跟右派 一直以来的拉扯 我们如果不想要变得跟中国大陆 现在一样的话 他们现在如果说他们真的要民主 真的要自由 真的要做什么的话 他们要付出来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要面对的政府压力还有压迫 是比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还要多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用选票 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 选举舞弊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选票 我们还可以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那个地方是直接被封锁 是没有任何选票的 你看那个这是那个二十大 就知道了 你民意代表是谁 我不知道啊 然后民意代表说 我这个投票率是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没有民意代表了 从中国出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事情 你也没有言论自由了 你也没有民意代表了 这些东西都不用想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追求我们的自由 或者是我们要守护我们现在居住的这片土地 那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做得更好 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自己明白更多 这个是我们守护这片土地的责任 不然的话 我们的无职 我们的愚蠢 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变成那个样的 而且我们唯一抵抗暴政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 没有说我们可以跟政府谈条件 我给你这些权利 你就给我这些东西 这个样子会让你更依赖政府而已 我可以讲个例子 现在每一个家庭都知道 地价税是会改变的 你怎么改变 银行会跟你讲说 你去refinance 重新贷款 你重新贷款的话 你的这个利率会变低 然后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你的地价税会提高 你只要去重新贷款一次 地价税就会跟着你现在重新的这个规划变高 而且这东西是不能改的 银行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 他们会告诉你说 你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会变好 你这样的话 你省钱了 现在利率更低了 你就省钱了 对 结果你一看之后 怎么地价税7000块钱变成8000块钱 因为你为了贪小便宜 然后把你更多的权利还有自由 你把你自己的更多资讯给了政府 他就是会用这个方式来夺取你的金钱 你的财富 而且地价税 你是跟你一辈子的 你只要拥有那个房子 你就是必须要一直付 贷款你还可能有一天会还完 Freedom isn't free 任何东西只要是免费的东西 就表示你就是那个商品 那政府永远都是把人民当成商品来看待 好 所以也是啦 我们希望更多有宣教的事工可以去到中国 因为中国人太需要福音了 你会知道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的数量 有多少多少人 是根本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那以前包括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完全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所以中国是非常非常需要福音 那中国人有了福音 他才会有一个明白的方向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的 推倒了共产党 又会有下一个共产党起来 这只不过是白折腾一次 到最后的结局都会是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为中国 这个福音广传这件事情 要更多祷告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人 可以拆派宣教士 去中国来做一个复兴的翻转的工作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